傳統的乳癌手術 在十多年前 一個人一知道自己有乳癌 在亞洲地區 可能八成的病人都會選擇將乳房切除 我們會說乳房和肝臟、肺部 可能分別是身體不是很重要的功用 但我們累積的經驗都知道 乳房對於女士來說 外觀、自信心都很重要 有時是說日常生活方不方便 穿衣服會否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合適的病人 而在安全情況下 我們都會鼓勵做乳房保留術 就是我們經常俗語所說的局部撤除 就是將腫瘤完整地撤除之後 再加上電療 其實它的安全程度 是不會少過全乳房切除 另外當然是一些很不幸的病人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要全乳房切除 例如腫瘤位置範圍比較大 但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全乳房切除之後 都可以令到日常生活方便一些 例如做一些即時重整 其實日新月異 可以有很多方法 令到重整外觀、結果也會好一點 例如我們可能重整後 可以將那個 例如我們借肚腩 做乳房的形狀之餘 例如還可以駁血管 令到他的壞死機會少 病發症再減低一些 這些都是手術的發展 令到病人可能風險會逐漸減低 成功率會越來越高的手術方法 另外就是有些人都會經常問 我可不可以做微創 暫時國際指引都說 其實如果真是一個乳腺的腫瘤 惡性腫瘤 我們都會建議 例如傳統開刀 做法會比較徹底 和安全一些 微創有時始終有他的不好處 例如他不會知道腫瘤割清味 可能病理分析比較複雜 我們都鼓勵詳細和醫生談 因為我們會說 就算你照乳房造影 報告 兩個病人相似也好 其實手術做法 都很關係到病人自己的體型 或者歲數 其實量身訂造是最好的方法